胡总,刚才我听到的是应该是刚刚到达的这个班列应该是运送的是中白工业园建设的一些生产物工程和工程物资 请您介绍一下整个这个货物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班列的到达将会怎样的促进工业园建设以及它的这个班列到达 这次运送的物资是招商局中白商贸物流园的工程建设物资 货物的品种是钢结构 这次中白商贸物流园首发区的建设工程需要用9000吨钢结构 我们在白俄罗斯采购了5500吨 在中国采购了3500吨 这次专列一共是41个集装箱运了800吨钢结构 是从中国北方的河北省宝定市开出到达白俄罗斯的明斯科 是四个通过程的跨述 这是一个超级运车的航运车 在大幅的距离 全城一共用了16天的时间 总共有16天 如果通过海运车的话需要45天的时间 这就大大地缩短了运车的时间 保证了中白工业园区的工程建设需要 这也是由中国开出的计装箱专列 在明斯克第一次车站 也是中白工业园区的航运车 这也是中白工业园区的航运车 第一次在明斯克落地 也是中白工业园区的建设物资 第一次在明斯克落地 也是中白工业园区的建设物资 第一次在明斯克落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прибытие первого грузового поезда 明斯克 име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它是适应了一带一路上的 物流大通道的建设物 这也是一次试验性的国际跨境运车 这是第一次的挑战 的透明这一ý词 我们对白铺车的消息 对白铺车的海关 都给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显示高项目 在地府国家的电路线 还有优优法 也就和国家的公司 白铺车的系统 表现出了高超度 接线能力 为这个铁路自盗战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海关系统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提供了高效的通关服务 保证了这个集装箱班列到达以后能够迅速地进行接线 随着中央工业园区的建设 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物资通过国际跨境运输来实现 今后也会有更多白色的产品通过铁路运往中国 因此这就是中央两国合作的经货的大通道 因此这就会成为了一个巨大利益的经货和中国合作 我相信会进一步加强中央两国的经货合作和交流 我相信这就会增加了关系和中国合作的关系 和中国合作的关系 是嗎?